时光中无调的风华庄 是你 是你 身后的青春到水里 还成了我的身穿流星 为我像一场清晨的云雨 能交给你 张颂文迎黄镖走红后首次参加红毯 曾经他仰望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就连陈凯歌都直接无视张子怡 一把将张子怡好走 然后用最灿烂的笑容亲密互动张颂文 两人像亲兄弟一样勾肩搭背 真应了黄伯说的那句话 当你红了身边全是好人 张颂文用二十几年的沉淀换来如今的尊重 今年的北京电影节大万云集 无数国内外明星扎堆亮相开幕式 陈凯歌带着新电影剧组走上红毯 合影使朱一龙和张颂文互相牵让C位 张子峰更是吓得头也不回地跑到最边边 这次红毯最能见证娱乐圈现实的就是张颂文了 不过他却一直保持谦逊的姿态 以前都是他主动笑脸迎人 如今获得关注度后多少有点不适应 依旧以更低的姿态对待他人 当晚张颂文更是一人兼任三职 看到管景鹏导演行动不变 他立刻上前服导演上了楼梯 充当志愿者给其他演员地比 张颂文习惯了以前服务他人的身份 如今走红毯依旧不忘初心 真的是宝藏眼人 你喜欢张颂文吗 是佳金 如今 都是平洋文章来一 compreh